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性要善良 做人要诚实 记住了 我们人在做 天在看 每一个孩子都要有善良的心 记住了 你一份耕耘 一份收获 一份修心 一份成果 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有佛性 又有菩萨的慈悲心 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 相信这几天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 今天很多菩萨都来了 我已经请菩萨给你们加持了 今天的曼陀罗花都撒了两次以上 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有加持 希望你们好好努力 好好学佛修心 人生不容易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 好好地努力 一定要争修实修 因为菩萨他全看得见 你们求什么 跟菩萨讲 菩萨全看得见 而且你们用心求和嘴巴里讲 和脑子里没想 一个行为 一个动作跪在那里 完全都不一样的 所以用心求的人 心佛合一 一定会有求必应的 再一次感谢新西兰的佛友们 给我们安排了这个法会 也感谢我们的法师们 护持 也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 佛友们 朋友们 和我们新西兰的台长的老朋友们 感谢你们 希望你们好好学佛 好好修心 希望你们精进努力 希望你们有求必应 希望我们这一次修成 能够大家能够踏上我们拜佛 能够回天之路 谢谢大家 最后 希望大家好好的念大悲咒 马上新年要到了 2019年要结束了 时间过得这么快 大家知道现在啊 什么事情越来越快了 报应也快 好的坏的报应都很快 所以你如果做好事情 拼命的做善事 你的报应很快的 就会越来越顺利 所以希望大家 众善奉行 也是同时祝福大家 在新的一年里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学佛精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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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